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住在日本爱好户外和DIY 喜欢小动物的重庆人奶爸Aki 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 因为爱好户外 一到休息日 就想带上装备 去到户外徒步 漂流 垂吊 想尽一切办法 从城市的喧嚣中脱离 将自己投入美丽的大自然 但是作为一个奶爸 除了这些美丽的适合远方 生活中还有那么多 无法回避的苟且 因为户外活动 往往条件比较严苛 且或多或少 会有一些门槛或者危险性 并且活动中 还时常非常的辛苦 这就让户外活动和家庭 亲子一类的关键字背道而驰 但作为一个有责任的奶爸 休息日光顾着自己爽肯定不行 还得想尽一切办法 让户外和家庭有效的融合起来 随着夏日的来临 清水活动便是最好的融合 上次带着可乐 来了一场舒适的亲子漂流 还没看过的朋友 可以去之前的视频补课 结果很多网友看过以后 纷纷反映漂流过程中 我的传讲不停的敲打可乐的脑袋 纷纷表示心疼可乐 而且这么开心的活动 却不能带上七小姐 难免有些遗憾 赶紧和超清漂流亭厂家MRS进行了联系 速度入手了最新款双人MRS充气劈滑体 食物到手已经有段时间一直忙着享受 今天就总结一下这段时间的实际使用感受 供大家参考 这款充气皮划挺的型号叫缩鱼 分为单人款和双人款 双人款缩鱼的尺寸 长为356厘米 宽97厘米 重量是5.1公斤 对于背包来讲是有点重了 但是双人皮划挺理论上来讲的话 如果是背包旅行 那也应该是有一个人来负责挺的重量 另一个人来负责帐篷一类的装备分担 总的说来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那包装的内部包含有船体本身 另外还有前排的靠背 两个气囊置物袋和升级版的充气袋 以及收纳捆绑袋 另外还有第三代的鲨鱼鳍和说明书一本 长宽尺寸的增加 带来了整体稳定性的大幅度提升 另外因为主要使用场景 考虑为全家人一起体验漂流和进水湖库玩爽 所以特地选择了没有防水裙的开放款式 说鱼系列独特的流体造型 和尾部可拆卸的鲨鱼鳍的设计 和之前玩的小说鱼一样 拥有非常优秀的循迹性 让进水的玩耍可以更加的轻松 同时优秀的稳定性 也对充气体的跑玩耍场景 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目前我能想到的 既有普通的溪流的漂流 还有进水湖库的玩耍 当然偶尔也可以试着出海钓鱼 等天气没有这么热的时候 我就准备去附近的海上尝试一下 前面也简单的对性能进行了介绍 双人大缩鱼艇的特点 和MRS加的漂流艇一脉相承 依然是主打小巧轻便 双人大缩鱼艇的整体重量 也才区区的5.1千克 同时很多同学私信问我 充气漂流艇的耐用性 再一看一个充气小船用于漂流 难免会和各种水底 以及溪流旁的石头刮秤摩擦 那么是否足够结实 便是不得不考虑的一个设计安全的问题 那从我8年的使用经验来说的话 这一点倒是完全精受受了考验 不管是在石滩上的摩擦 还是潜水区的礁石或者溪流旁边石头的刮秤 都未能对船体产生任何的致命伤害 刮秤的痕迹倒是留下了不少 但是也完全不用担心 另外这款高配的大缩鱼 还拥有一个非常厉害的设计 就是全防水拉链设计的气势收纳功能 虽然我的小船船头也可以用来固定放置我的包裹 但是对于漂流旅行来讲的话 偶尔激流的帆船和各种飞溅的水花 对包裹的防水性能是要求非常高的 另外从实用的角度来讲的话 不常用的物件其实是没有放置在船外侧的必要性的 放在气室内的话可以确保更多的储物空间 也不会因为前侧隆起的包裹 在漂流的过程当中阻挡视线 可以更好的沉浸在溪流的美景之中 OK 组装完成 下水吧 I'll be your love I'll be your sunshine You'll see the sea I'll see the sunshine I'll be your love I'll be your sunshine Shine Shine Sunshine I'll be your love I'll be your sunshine I'll be your love 做到当初关注口袋漂流艇的初衷 本来是因为自己爱好户爱 想着徒步进山以后可以顺着溪流漂流而出 好玩不说也能换个角度看到不同的风景 实际操作中因为各地雨后春笋般 新建的各类型的水坝 给漂流增加了很多的不稳定因素 总体而言依然因为增加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看到了更多更美丽的风景 不过随着可乐的成长 自己的玩耍类型也开始随之改变 从过往 单人数日的山林穿越 慢慢过渡到了日归登山和纯粹的溪流漂流 疫情冲击下呢 以往普通的旅行现在也越来越难 恰好及时收到了双人皮划艇 那这个夏天还可以继续开心的享受自然风光 我是住在日本 爱好户外和DIY喜欢小动物的重新人奶爸阿几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不妨点个赞 如果你觉得内容还有点意思 请在你喜欢的社交平台转发给你的朋友 这是对我制作视频最大的鼓励 拜托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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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